好的,五年一次的工商普查作业在110年举行了这个花莲市公所团队积极执行中央指派任务 那么普查的成果是荣获全国第二级,普查所优等第二名 那么市长魏佳燕是除了肯定同仁的努力 更感谢市民配合普查作业 让攸关国家发展政策规划的调查工作能顺利完成 111年3月,花莲市公所成立了工商普查所 要执行中央交办的工商普查作业 花莲市公所动员了43名人力 完成了8600户的商家业者调查 优异的绩效获得全国第二名 今天有获得我们在花莲省政府表扬 我们获得主席总处的一个全国工商普查的第二名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在这边嘉燕也要感谢前市长魏佳贤 那也是现任的现议员魏佳贤 那带领了之前带领了我们所有的公所同仁 然后成立了普查的一个机制小组 那普查了所有的我们花莲市的一些8000多家的一些商行 那尤其是在我们疫情期间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度 那也排除万难用电话的方式 或者是用各种方式来去做一个普查 那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公所的一个投入的一个心力 那在这边其实也要感谢我们所有市民 跟一些商家也愿意来协助 那也愿意提供一些更多的资料 让公所来做一个登记 市长魏佳燕肯定公所同仁的认真与努力 更感谢市民朋友的配合 让调查工作可以顺利完成 未来也将会依据普查结果 离定相关的发展策略 推动花莲市成为更有活力的都会城市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